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好久没来拜访四处一家人了 是啊 刚才和堂姐堂妹玩得真开心 没想到才刚刚投入其中就要回家了 干吗 你想念他们啊 如果你想念他们 可以随时自己搭公共巴士过来 蛤 我一个人来 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长大了 可以开始慢慢学习独立了 到了 走吧 等一下 什么 我警告你 不准总部做那件事 要是被人发现 爸爸也帮不了你 待会儿回家呢 记得温习功课 秦秦 干吗慢吞吞 你又来了 等一下 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这样做 下一个乘搭电梯的居民会很麻烦的 管他的 很好玩啊 嘿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 岂有此理 是谁把所有的电梯按钮都按了 你们别走 秦秦 你别躲了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别走 你看 叫你不要再恶作剧了 现在被发现了 我看你怎么办 刚才是你们把电梯的按钮都按了吗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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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女儿不懂事 不好意思啊 原来真的是你 小妹妹 你这样做 会给居民带来很多麻烦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弄大家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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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好 我会好好教训她的 还不赶快道歉 对不起 阿姨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奇奇真是个捣蛋鬼 幸好他只是一时调皮 并无恶意 如果大家懂得处处为他人设想 比如说不乱丢垃圾 不随意涂鸦 不随意涂鸦 不随地涂痰等等 这个社会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大家应该一起发挥良好的公民意识 让新加坡变成一个美丽的乐园